嗨 众所周知 这个办公室的女人们对于香味非常的有研究 除了我之外 主要是你们这几位老几位 主要是真的推荐的一些下水啊 什么身体肉啊 护手松啊 都是超级香 前中后调各种的 但是今天我们这期视频呢 就是香 但是不只是香 就它不能只是香香的 它还得是有用的 好用的 或者是有趣的 那就先从我部署吧 洗护产品是香味大户 这我觉得你们肯定都没有用过 这个是科研式新安基椰香洗发质离 哦 用过 漫国没有 你们用过是吗 你们用过我们就好姐妹 这个洗发水啊 它就是很浓浓的椰油椰奶的椰香味 这我一开始用它的时候 我觉得能怎么样呢 会很好用吗 然后一用它 就是扑面而来的那个海边 沙滩的那个椰子的味道 然后它是带一点点奶味的椰香的味道 用完之后 你是觉得那个头发是有蓬松 但是一点都不色 我怎么在海边 我不知道椰子味 确实是呢 哦 怪我了 椰灵妹吧 它写的是 Coconut Oil 椰子油 也油了 也油 就你用了它 啊 掉了 这谁家的耳环 摔碎了 摔坏了 哦 我哭死了 我冲洗了这个耳环呢 谁家的 很好看的 这耳环 我平时都不太用的 但是我只有穿黑衣服的时候 我才会用它来搭配 所以椰子味一般会出现在 随便啊 就我有时候用完它 我会觉得我就算今天偷一下懒 我不用护发素也OK 但是呢 我这个是一个很精致的女人 我依然会用她们家的护发素 配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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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啊 有一说一 味道都不错 但是这个护发素呢 比起洗发水来 带给我的经验感 稍微弱一点 这个就是 它是准利嘛 但是它的起泡很快 很密 是那种 很绵密 很松软的那种泡泡 然后也很好 冲洗干净 你搭配的用 就是头发的椰香味 就腌的就更入味嘛 当天晚上 整个头发 都是那个椰香的味道 就很好吃 我会让去 好了 换一个耳朵袋 那就要把这个耳朵露出来 我一个口红袋 哦 这个也很香 这是什么 这是那个 交运室的那个唇油 它是那种水果香 这个唇油 真的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唇油 我现在有两种唇油 一个是交运室的这个唇油 一个是Bobby Brown的那个唇油 带颜色的 都是你突然之后 你的嘴巴 就是要有那种 亮亮的感觉 同时非常的滋润 但它只适合像我这种 就是唇部状况很糟糕 然后对唇部传品 有着非常高要求的人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 他有一点腻 下一个东西呢 是周泽平要和我亲情推荐 这个东西呢 叫做泡澡球 泡澡球 一开始是 好像球姐一天是先给我买的 球姐去日本的时候 我以前会自己买 你一开始没有给中咪买过 然后泡澡球呢 中咪就很喜欢 我竟然发现 中咪今天喜欢这么好玩的东西 对 所以我如果去的话 所以后来 泽平每次去日本 也会给中咪带泡澡球 先跟大家说泡澡球是什么 就是它是一个球 它可以融在水里 然后它里面有个玩具 普通的泡澡球是没有玩具的 对对对 然后这种是里面会有个玩具 它跟不同的IP连绵 对各种系列都有什么 冰雪奇缘啊 什么Mickey Mouse啊 汪汪队啊 我们家汪汪队已经集齐了 你全部都集齐了 然后我这边可以有一个 就是小 小窍门告诉大家 因为这些都是新出的嘛 比如说这里不是有不同的款式吗 你可以看它这里有一个号码 这里有一串号码 你用最后两位 这个最后两位是16 然后再减去第四 第五位13 16减13是多少 3 3 对 然后3 你就会看一下 它这里的玩具3号是谁 3号 这个3号是 这个鲁鱼王 所以这个 这个突然就会是一个鲁鱼王 哦 你就可以跟中咪说 你想要什么 妈妈告诉你这个里面 妈妈才是这个 哦 然后他就出来就说 哇怎么是这个妈妈 你怎么知道的 然后泽萍最近发现了一个新产品 对 因为普通的泡球就是放进去 然后出来就是那个玩具 然后这个是新发现的 它是可以钓鱼的 我有带我自己泡出来的给大家看 它泡出来之后呢 是会先是一个浮标 浮在你的那个浴缸上面 就这样 然后勾住 然后这样 哦 就出来了 哦这个小朋友绝对会很喜欢玩 对 爱死这会超开心的 我跟你说这个群群也开心 群群喜欢钓鱼 你喜欢吗 这个 我们群群是真的钓鱼老 我们说钓鱼是真的钓鱼老 是真实的钓鱼老 真实的钓鱼老 可以吃的鱼哦 有很多泡澡 我来很多泡澡 我来很多泡澡 泡澡 Nature of Things 是给我的泡澡用的 因为我不泡澡 因为我很喜欢泡澡 所以我尝试过各种泡澡的东西 然后像日本经常有那种带装的泡澡 那是粉末 你扔到那个浴缸里面 你经常会合索 那个粉尘包括它那个味道都会比较刺鼻 我以前有过一次在乡格里拉的一个 去往山上的一个半路上找到的一个温泉 那个温泉是纯天然的 所以那温泉水是浑浊的 它漂亮一种白色的那种物质 然后那个东西你就洗完之后 你就感觉整个身上是滑滑的 对对对对 我发现它还蛮还原那个东西的 就是它是那种白色的液体 然后你倒入浴缸里面冲一冲 就很快就变成泡沫 它味道是那种奶香 有一点点檀香挂的奶香 好香啊这个味道 好好闻 其实爱泡澡其实是一个蛮好的习惯 它对于这个舒缓啊 包括有一些人睡眠啊什么 都可以通过泡澡有一个很好的放松 这是什么 猜 我猜猜 这是一个 画桶 对啊没错 它是装在那个花洒下面的 一头莲水和一头莲花洒 然后出来的水就有一点点香味 真的吗 它有一点点那个淡淡的那种香味 花香味 我主要是把它当一个滤水器再用 因为它可以同时还可以把这个水质给过滤一遍 对对 它好像还要配合买那个增压花洒的 但是我没有买他们家的增压花洒 就是买了一个这个 我是自己装了一个增压花洒 我刚装上它那天 我能明显感觉到水压更明显 单独的一个过滤器还是有增压作用的 也有过滤水质的作用 并且带着香味 哇 这个很神奇啊 从来没有见过 如果是在北方地区的话 有条件的话 家里可以用一些这种可以过滤水质的 它洗完之后 包括对皮肤啊 头发什么的 真的是会有改善的 你直接过来吧 你直接过来吧 小姐应该最近都没有泡澡 她拿那个沐浴液倒进去 然后突然间想想 这个东西没有泡泡 是低泡的 冬姐又生病了 虚弱 它是Zara Home的洗手液 但它其实是汗的暗的body wash 然后它的香味是Vazel 罗乐 对 你可以先闻一下 感受它的那种 就罗乐的那个香料的味道 就你在一些外国菜里边 闻到的那个味道 对 因为我用到它 闻到它就是在 我在曼谷的时候 有一天去了一个又贵又难吃的餐厅 又热 心情很不好 说走吧 我说行 我去洗个手 结果一洗 哦 心情好了 就闻到它 解乏了 它有一个很清新的 就很爽的那个味道 然后你说它是罗乐吧 或者那些草本 但是它还带点薄荷 带点柠檬之类的 就是舒缓中带点 让你提神醒脑的那种感觉 哦 超级喜欢 但是它洗完之后 是有手香的 都比较干的那种东西 清洁性比较香 对对对对对 我还蛮喜欢的 我打算再去买别的味道 试一下 不错不错 这个我觉得就特别 现在适合秋冬了 我觉得它是特别适合送礼 它是小香包 我刚开始喜欢的 就只是因为我觉得它做的很好看 蛮好看的 是那种布料 对 它也像那种小香风的那种 对吧 你是挂在衣柜里吗 衣柜里啊 然后有的那种包里啊 鞋柜里面也会放 它刚开始一打开 它外面是一个塑封的那种包装嘛 一打开属于那种 不扎实的香味 我比较喜欢绿的这个 它就是偏 那种有点松树 有点木枝香 的那种味道 这个可能闻得暖和一点点 这个感觉也更浓烈一些 那味道 我们这应该叫不止止香 这个就是止止香 就纯香 如果你希望你的整个衣柜 都是香的 就可以用它 或者鞋柜啊 车里啊什么的都可以挂它 我最想买香水 大家觉得有没有 什么香水适合 是很适合我的 肯定是那种知性挂的 你不要走知性挂 就想走一些那种 就是小撒毕玉挂的 然后走一些 或者是那种 就艳丽一些的 我又不能用艳丽的吗 我整两个有奶浴 奶浴 大家觉得有什么香水适合我的 也可以在评论里面告诉我 好吧 如果买的话 我会告诉大家的 拜拜